事情呢是这样的啊兄弟们 我在洛盛都灯塔旁买了一间房产 哦不准确来说是一间车库 为什么要说是一间车库呢 我花了整整三万每刀买的房子 竟然连入口都找不到 打开地图一看房子存档点 竟然在海里 别人都是海底房 那我这也就是海底房 但是我游过去 啥都没有啊 又是八蛋 好的那我们今天呢 就去做一下12级的救护车任务啊 这个救护任务呢 我们可以来到地图的左下角 那个小镇啊 我给大家看一下地方 哎大家看到了吗 在这里做这个任务啊 是非常的简单 如果说去大城市的话 哇距离又远又麻烦 而且呢这个小镇啊 它设备齐全 还有救护车 还有医院 这些病人啊 它是不会刷新到别的地方的 所以呢 救护车任务啊 在这里是不二选择 来女士 跑着后女士 地上留意摊血 你都跑这么快啊 大家看到了吗 就在这里 我相信很多小伙伴 都是从这里过的 这个医护任务 上车 好像我每人一摊血 都至于吧 简单吧 兄弟们 啊 说实话 咱这救护车 开不开都无所谓的 他们直接可以走过来 来到这个医院 哎 这阿瑟怎么回事 没看我这拉警报 你不给我让一下吗 哎呀 就是如果我们手图上面 有电锯了 或者什么的 可以把我们的后门 还有副驾驶的门 锯下来 他们上车的时候 会更方便一点 为了病人着想 对吧 大哥快点 后边还有人呢 这种医院 上车 啊 twist 你 轻转 回来 下车 轻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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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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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